木切血也是类似的情况 晶圆入体 汇入林明全身经脉中 那一刹那林明全身一震 血管中的血流全部沸腾起来 气血之力 本来就是炽热如火的力量 林明感觉他的肉身 所有气血精华 都因为这一股能量的汇入 而疯狂流转 林明体内越来越热 仿佛有一座火山在喷发 那些喷涌的岩浆 都汇入林明的血脉中 代替血液去流动 在林明身边 木切血也是翘脸通红 香汗淋漓 恍惚间 林明仿佛看到无数分杂的景象 这些景象都是远古时代 强大存在的需要 有魔神 有佛陀 有圣族 无比混乱 不过其中大部分是神兽 有龙 大鹏 麒麟 玄龟 雅兹等等 这些虚影事 林明心中一呆 从这众多虚影中 林明感受到了一股 无比混乱的气息 而这股气息 与他吸入的精华 有些类似 难道 林明顿时心中明悟 他们吸入的灰色气流 其实就是鸿蒙灵珠 汇聚了这些神兽的 诸多血肉精华 凝聚而成 当年 鸿蒙灵珠的持有者 也不可能真的斩杀 这么多神兽 多半是取了这些神兽身体的一部分 以鸿蒙灵珠吸收 凝成精华 可即便如此 也足够惊人了 这些积累下来的精元 品质已经不可想象 在吞入这些血肉精华后 林明顿时感觉 这一股精华 开始疯狂涌动 血肉中的诸多混乱气息 开始狂暴起来 犹如混乱的上古战场 他们竟是竞相吞噬 其他血肉精华 其中也包括林明自身的精华 一些完全无意识的血肉 却有着吞噬的本能 想要把林明给同化了 林明冷哼一声 鸿蒙法则运转 鸿蒙法则代表了宇宙精气神之精的极致 一旦运转起来 只有本能没有灵质的血肉 怎能抵挡 很快这些血肉都被林明吸收 而在林明身边 木迁雪虽然不懂鸿蒙法则 可他运转体内神之力 神族作为上天的宠儿 他们的肉身是最强大的 木迁雪硬生生凭借神之力 镇压下这些血肉中的混乱意志本能 也把这些血肉精华给吸收了 一时间 林明和木迁雪的气血之力都在疯狂增加 他们的肉身也跟着脱胎换骨 好精纯的气血之力 对我的炼体术大有好处 林明心中大喜 他体内的气血能量依旧在不断攀升 如果靠近林明 能清晰的听到呼呼呼的声音 这是林明体内血液流动的声音 如同大惊奔涌 林明身上所有的气血之力 仿佛都要涌向他眉心的那一点 直欲喷波而出 这一刻一道神光从林明眉心中射出 直射青天 在天空中似乎有一颗璀璨的星辰 与这一点对应 这颗星辰洒下清冷的光辉 照耀着林明的身体 被星辉照耀 林明感觉全身筋肉都舒展开来 体内气血澎湃 一波波如同海潮涌动 然而这种联系 只维持了几夕的时间就断掉了 林明非常清楚 这是道宫九星境界 时隔数年 林明再一次看到道宫九星 虽然始终未能迈出这一步 可每一次看到道宫九星 都能让林明对道宫九星 有深一层的名物 道宫九星被天道所不许 林明也没指望一口气就能突破 但是在他之前 有混元天尊已经粉碎天道规则 先一步踏入道宫九星境界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规则并非不能打破 如此一来 林明有绝对的信息 自己突破道宫九星 那是迟早的事 呼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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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气血之力的猛增 也让林明的体内世界疯狂震颤 体内世界的边界不断被能量冲击 原本林明的体内世界就处于即将扩张的阶段 如今被这股力量一冲竟是哗啦啦的爆碎开来 那一刹那那被边界禁锢了的能量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出 疯狂的开拓着杖壁之外的混沌虚空 林明的体内世界在疯涨 而与此同时 体内世界中天地元气变得祥和 更加贴近现实中的真正世界 能量越来越强 无比能力的元气在林明体内世界的上空凝成元气云 不但一会儿竟下起了元气雨 这些元气雨洒落在地上 一颗颗有牙受到雨水的滋润 破土而出 它们飞快的成长 变成一株株人参 血连核手屋灵芝 只是几夕的时间 它们就长到了万年年份 而且这还不是终点 又过了几夕 随着这些灵芝的精气越来越强烈 它们竟是一个个通灵 演化出如婴儿一般的幻影 脱离本体 在元气雨中尽情细细玩耍 这些奇药并非真正植物 它们是天地元气所化 如果现在在林明体内世界土壤中种植灵草 它们会像现实世界中一样成长 有动物进入林明体内世界 也可以呼吸存活 这种来自于体内世界的变化 也意味着林明终于踏出着关键性的一步 从神海气迈到神变 神变了 林明猛然睁开双眼 那一刻他全身气息汇成一股洪流之冲天空 连他周围的鸿蒙之气都被冲开了 在混元天空中闭关 这是林明生平以来最长时间的一次闭关 苦修数载 修为达到神变气 实力达到什么程度 林明自己都难以揣测 得找一个强者实战才能知道 林明 恭喜 在林明身边 目前雪说道 普通的神变境 在神域已经能算得上是一号人物了 可以乘坐灵剑进行虚空旅行 而林明这样的神变绝对那是纵横神军界 相较圣主如何 沐千雪不敢说 可想必也有一定自保之力 至此 林明已经是个人物 在老一辈中 圣主已经了不得了 当年奉明宫的公主 也不过是圣主境而已 圣主已经可以开宗立派 在神域主大陆威震一方 也恭喜师姐 林明笑着说道 沐千雪的天赋本来就是妖孽级的 这几年下来 沐千雪变得愈发深不可测 难以揣渡他的境界 神族的修炼体系和人族不一样 哪怕同修巨元体系也有一定差别 幸好在混元天尊遗留的御剑中 也有神族的修炼功法 想必是当年玄情天后留下的 有这些御剑 沐千雪修炼起来 只能用一日千里来形容 林明相信 用不了多少日子 沐千雪就会恢复当年的巅峰状态 而后以势不可挡的气势 成就界王 成就天尊 在未来大劫中 沐千雪也应该会有一份作为 出关吧 好的 轰隆 混元之门开启 林明和沐千雪一起被传送出混元天宫 而在外面 两个回忆老者和黑龙幻化出的龙尊虚影 已经在等候 林明 见过前辈 林明攻身行礼 而在林明身前 两个回忆老者急忙扶起林明的身体 说道 哎呀 这一礼 我们可担当不起呀 你若要行礼 只需跟龙尊大人行礼即可 我们 顶多算是你不成器的师兄罢了 两个老者看向林明和沐千雪满脸的感慨之色 林明继承混元天尊衣钵后 说是混元天宫的少主都不为过 两人的地位自然在林明之下 而黑龙却自始至终是林明的长辈 数年前 林明进入混元天宫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林明会如此完美的继承混元天尊的传承 按照常理来说 混元天尊在下界留下这么难度的传承 几乎就不可能传下去 没人继承得了 闪耳命运啊 就是这么离奇 在这偏远的下界位面 就真的出现了一个能完美继承混元天尊传承的人 这仿佛是冥冥中注定好的 林明给龙尊行了一礼 龙尊大人 晚辈在混元天宫中 长时间处于忘我状态 不知岁月流逝 不知晚辈进入混元天宫 多久了 黑龙幻化出的龙尊虚影微微一笑说道 已经四年零三个月了 四年多 林明也是暗暗杂舌 真是修炼无岁月 在混元天宫中 他往往一次入定就几个月 好像自己只是入定了十几回 这四载光阴就这么悄然流逝了 龙尊大人 晚辈有一事想问 好 但讲无妨 晚辈想知道混元天尊前辈究竟是否已经作画 晚辈在混元天宫看到一具尸骨 疑似混元前辈遗骨 可又有诸多疑点 晚辈不信 混元前辈的肉身会仅仅十万年就腐朽掉 提起混元天尊的结局 龙尊也重重叹息一声说道 唉 混元是生是死 连我亦不清楚 当年他布置好一切后 一时游进灯窟 最后他在混元天宫中必死关 这一关 就是一万年 再后来 我幻化虚仰进入混元天宫 就看到了留在修炼地的那副遗骨 也许混元真是陨落了 也许还另有原因 这样啊 林明感的不可思议 如果混元天尊必死关度过那一劫 那么他就该从混元天宫中出来 龙尊等人不可能不知道 难道混元天尊真陨落了 龙尊前辈 晚辈还想知道 之前龙尊前辈说过 十万年前那一战 有圣族不朽天皇参加 那样的人物 在圣族也是绝世强者了 他为什么能通过叹息神墙啊 哦 想不到啊 你连叹息神墙都知道 叹息神墙 确实是修为越高 越难逾越 可是 凡事都是有个限度的 当修为高到足够程度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 挣脱这个规则 就比如真神境界的强者 如果他们付出沉痛无比的代价 就可以撕开叹息神墙 叹息神墙 如同潮汐一般 有时强 有时弱 十万年已轮回 真神强者 可以选择在潮汐之力最弱之时 暂时撕开叹息墙壁 代价就是损耗自身大量的本源 精血和寿源 并且在十几万年的时间内 修为跌落至普通天尊境界 当年 撕开叹息神墙的 大概就是圣族的造化圣皇了 他撕开叹息神墙 本身也受到创伤 如今应该还在修养中啊 造化圣皇 真神强者 林明心神震撼 这是他除了当年的封神天尊之外 知道的第二个真神强者 好了 你已经算是完美的继承了混元的传承 我们的使命也算完成了 死亦明末啊 龙尊这样说着 言语中竟有萧索之意 林明听得心神一颤 前辈完全无法挣脱这困隆索 我挣脱不了 龙尊摇摇头 别说是我呀 就算是他们 也无法离开 龙尊说话间 指着那两个灰衣老者 十万年前那一战 他们都被诅咒神术 赏了生命本源 在这万古魔坑中 有混元留下的禁止庇护 还能延续生命 若是一旦出了这万古魔坑 接触到诅咒神术的余力 便会肉身化成浓血而死 林明听得心头一跳 这样的命运太苍凉了 几位前辈 晚辈在这里立誓 踏日晚辈踏破天尊境界 一定重回这里 破出一切封印诅咒 林明一立誓就是成就天尊 没有人会觉得他狂妄 反而觉得理所当然 龙尊微微一笑道 你有这份心便好了 你离去之前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要交给你 你定要好好待他呀 前辈放心 晚辈一定做到 好 林明啊 随我来吧 龙尊一招手 一道红光将林明卷起 两人身影瞬间消失 林明就感觉空间一转 下一刻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 这处空间无比广阔 无边无际 林明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一处苍茫荒凉的大地 暗褐色的土地 无边无际 到处是碎裂的岩石沙粒 没有半点生机 地面上偶尔可见巨大的骨骸 不知道是什么生物留下的 一幅幅巨大的骸骨 半埋在地下 露出的部分如同残缺断脊 只向青天 天空中空荡荡一片 没有云朵 没有日月星辰 天地元气也十分稀薄 偶尔林明甚至能看到某一处的虚空突然坍塌 爆发出一道空间乱流 而后慢慢的平复下来 除此之外 这个世界没有半点声音寂静一片 空间竟然会自然崩塌 这证明这里的空间已经非常脆弱了 林明这样想着 感觉这一片世界就像传说中那种濒临毁灭的大千世界 生机全无 空间不稳 大千世界亦有寿命 经过不知多少一年 他就会崩毁 一切化成虚无 这里是 林明开口问龙尊 这里 是我的体内世界 龙尊默然回答 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的事 林明听后 心中一致 体内世界 龙尊的体内世界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吗 虽然广阔无边 比林明体内世界不知大多少倍 可却濒临毁灭 没有半点生计啊 照这么下去 恐怕数万年后 这片体内世界就可能崩毁了 到时候龙尊本人也会灰飞烟灭的 龙尊大人 你 林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只觉得心里十分难受 一代龙尊呢 与混员 以兄弟相称 在神兽中 必是佼佼着 这样伟大的存在 竟然落了一个如此凄惨的结局 硬生生的生机耗尽而死 嘿 无碍的 龙尊表情平静 早已经接受了这个结局 我的命 我的命 其实在十万年前就该绝了 是混员 硬生生用回扬大阵 抽取天地 晶圆和气血之力 弥补我因困龙所而亏空的力量 让我苟延残喘 这么多年 生于死 我早就看开了 龙尊说话间 微微摇头 似乎想起了十万年前的大战 龙尊论实力 不如混员天尊 在数个天尊 绝顶高手的围攻下 他想要存活下来 很难 当时那一战 他已经抱着必死的信念 能再活十几万年 现在已经赚了 林明在心中默默至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十万年前那一战 混员和龙尊都知道 凶多吉少 如果委屈求全 保全性命的话 大可以舍弃魔猪 魔猪虽然珍贵 但总不如命珍贵吧 舍弃魔猪 圣族自然不可能再耗费大代价 来击杀混员和龙尊 可他们没这么做 究其原因 恐怕是因为 他们不想让魔猪 落到圣族手上 这会让现在的人族大劫 更难熬 林明忍不住说道 龙尊大人 鸿蒙灵珠 现在在圣界吗 是 龙尊点点头 可是 龙尊之前说过 哪怕真神强者 想要撕开三十三天 坦息神弊 也得耗费大量寿远 在十几万年内 跌落境界 那么造化圣皇 当年撕开叹息神强 将本族天尊强者 送入神域后 通道就应该关闭了 这些天尊 还怎么带鸿蒙灵珠回去 林明啊 圣族 远不止一个真神 可这些真神 彼此间并不和谐 具体他们内部关系如何 我也不清楚 而且鸿蒙灵珠本身就拥有一定的穿梭叹息神强的功能 回去的代价就小得多 这样啊 林明心中恍恶 魔方魔珠这一类的天地神物凝聚造化神威 无视三十三重天规则 这也是情理之中 魔方也有这样的功能 当初林明在逍遥岛被传送的洪荒秘境的时候 那洪荒秘境也是不允许有神海气以上的强者进入 按理说当时已经复活的木千雪 实力达到神君境是没法进去的 可实际上呢 他因为躲在魔方空间里 并没受到什么阻碍 魔方既然有这样的功能 那魔珠有也不奇怪 想到这儿 林明又是心中一动 也许自己可以根据这一点 找到去其他宇宙的方法也未必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